中核电 我们其实比较容易忽略中核电 很容易就过去了 您认为中核电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你看这是什么位置呢 这是台阶 整个这三台从空中俯瞰是一个双钩的土字 而这土字最中间腰上的这台阶就是这 也就是土字东西方向最重要的线就是它的中线 它的中线正好就进入到中核电里面 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并不对的中核电的中 这个位置还特别恰巧 当然也可能存在偶然的因素 对于历史的设计我们现在只是尝试解读 如果整个固紫禁城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 前面的五门算上两亿那个两个翅膀 穿过往里走就会穿过昭德门和真渡门的中轴线 再往里走擦着土字形的台阶的两侧 再往前走一直走到神武门 神武门塑上两边东西的马道 构成一个细长的场方形 它们的中心点就在这条线 就是以前有人说几何中心 如果你把紫禁城那个框起来 它终点在那个位置 当然这个总有里面一些道理可以解释 但是依然是一个弊端 这个电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它放在这儿不是偶然的 是一个有意的设计 我再找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是永乐时候的一个大臣 后来当了国子建祭九 他写了一篇叫《北京赋》 他写在《北京赋》里面 专门对这三殿进行了描述 描述到太和殿 那时候叫奉天殿 用了一句话 描述到了 饱和殿 锦身殿 饱和殿 用了一句话 然后把这个中和殿 滑盖殿 用在后面的几句话 用四句话说它 你看 他说到奉天 奉天 灵霄 以雷 雷裸 这个雷裸 全是石头的石 写出来的 那个气氛就是奉天殿很雄伟 上街消汗 大台阶的感觉也有 这个锦身呢 锦身震脊 它震住了 北边的脊 而蒸容 是一个 特别 红尾的面貌 震这个后脊 而中间呢 滑盖 虫穷 一造天 滑盖 虫穷 跟苍穷相接 一造天 后面两句更有意思 说这个 说这个中和殿 上方向 伏天体之源 上面是向天 这下面呢 下效法乎昆德之方 下面是方的 所以那时候中和殿啊 首先是重穷 然后呢 下方上圆 明代之前 圆代的宫殿 是前面一个大殿 后面一个大殿 中间是一个连廊 是一个公子殿 而明代 在建宫殿的时候 一方面 基本继承了这个前后殿的这个格局 另外一方面 他希望能压胜 希望能够有更正统的思想来帮助他 他就诉诸周理 当然这个周仁明堂这个事情 是所有大儒都知道的 但明堂的概念太复杂了 周公朝诸侯于明堂 当然这是一朝诸侯的好地方 然后明堂 在李基约令里面还写 这明堂四四方方 然后上面还有太史 这太史就是圆子 存尖顶 所以用这整个建筑群 中间这个太史 存尖顶 来放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太恰当不过了 所以明朝啊 这三大殿奉天 华盖 谨慎 这个制度 依然去要求 这亲王们的王府也这么盖 前面那个殿 叫成运殿 奉天成运嘛 然后后面叫存心殿 仅身存心 中间王府啊 也有个原殿 但那个原殿 就没起这个华盖的名字 嗯 我要杠经一下啊 这兴许 这兴许 不是亲王 日本这个殿 认为亲王这个殿 不重要 反而是 亲王在这儿 不能独立的 勾天地通 嗯 只不过是 延续这么一个布局而已 那明堂 它自古以来的作用 就是对天的 是吧 这样一个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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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